現在很多餐廳業者都推出了低價的窮鬼套餐 想要來帶動消費力 在臺北有美式漢堡店主打他們用的是安格斯黑牛 說CP值很高 按壓讓肉質更Q彈緊實 牛肉餅在鐵板上直直作響 飄出陣陣肉香 接著再撒上起司絲 加入一整片切打起司 讓口感更濃郁 醬油奶油香的漢堡皮抹上特質醬料 結合牛肉餅 生菜番茄等 經典起司美式牛肉漢堡出爐 就是蠻堅持沒有要超過200塊 也是算是我們有部分的成本是自己吸收 一切開內餡超豐富 台北內湖這家手工道地美式漢堡店 選用4盎司的安格斯黑牛肉餅 配料豐富加的醬料也不馬虎 一份漢堡不超過200元 加99元能多薯條紅茶CP值高 另外一款炸雞漢堡 肉更是不藏絲超大一塊 我們的炸雞的漢堡 然後還有我們的起司漢堡 其實都還算蠻大的 然後都有煮到4盎司的牛肉餅 這樣子 所以搭配我們的99元的 那個紅茶跟薯條的套餐 一定是可以吃得飽 吸收成本給顧客高品質漢堡 隨著中美都在推超低價 窮鬼套餐 台灣的素食店也推優惠 比首長海大的漢堡 搭配兩片鮮嫩多隻牛肉 漢堡王在5月推出優惠 華寶安格斯雙人套餐 便宜70塊300元有找 另外肯德基也推A加B 89元超雞賞方案 弱勢小資組點 美式煙燻卡翠雞寶 搭配雞之風味飯 組合價只要89元現審55元 雖然不是超低價窮鬼套餐 但台版業者誠意十足 寄出滿滿優惠 讓顧客審核包 記得張全 陸居民 海北報導